你冒用我的头像 然后到处在行骗 你现在还敢打电话给我 郭竹毅录下跟诈骗集团对话 你谁 我从南极尼亚 我从南极尼亚 境外人士透过脸书勒索 还不停鬼打墙 原来先是郭竹毅发现 由诈骗集团导用照片质问对方 没想到另一头说 如果想要阻止他 就给他买礼品卡 那就不再使用郭竹毅的照片跟名字 想交换条件 甚至透过脸书 拨电话勒索自己 让郭竹毅直呼 这个世界怎么了 一二十个 那最近还发现大概有七八个出来 然后但是因为这通电话 让我也好害怕 害怕什么 人身的安全 他们这样恐吓 到时候会不会又是勒索 或是来我这边呢 这边呢是这个最夸张的 就是打电话给我的 即便一再封锁也曾经报案 但类似事件层出不穷 也有粉丝受害 因此被骗钱 让郭竹毅很担心 只要看到郭竹毅的照片 他们就相信 大概五十人 五十人 有啦有啊 之前呢更夸张 我的LB的男哥哥 整个被拿走 不愿意去封锁被人紧 但是这些诈骗的真的 甚至连料理粉专 也都被诈骗集团 做成一夜市网站 打了一个超大蓝勾勾 没想到如今 更有假账号 反咬他一口 畏惧同时 也站出来提醒大家 这些诈骗人 真的太猖狂 TVBS新闻招前红婷 新美式表达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